招牌上大大寫着旧手机现场加工 还可以做成戒指 项链等各种手势 让人看得半信半疑 30块钱人民币的加工费 就可以把一部旧手机 做成50克的含金手势 有民众给出手机果然换到戒指 但拿到营楼鉴定却得到这样的回答 原来这是一种新型诈骗 除了骗取民众的加工费 更因为旧手机里真的有黄金 与一顿金矿石可以提炼出 15到20克的黄金相比 飞机手机堪称含金量超高 在大陆广东的桂宇镇 一年处理的手机高达一到两万吨 每年靠提炼出二到四万吨的黄金 产值就高达台币四十三点六亿 但虽然手机里真的有黄金 但真正的洗津过程 复杂又废工 恐怕不是在路边摆个摊子 就可以完成的工作 提醒民众切记不要受骗 花了冤枉钱 记者唐一全报道